TESTO TESTO 1 2 3 4 5 6 7 人若乳华 笑嘻嘻 7 6 5 4 3 2 1 乳华 不会是傻逼 最近有观众反映说 换了新场地啊 回忆好像比较大 然后我调整了一下收音设备 再忙完各位观众朋友帮我听看看 OK 大家好 这边是波涛好帅 观众也不赖 欢迎回到本周的粉红特报 今天影片要来带各位看一下 与本月加入我们被乳华大家庭的成员 聊一下最新北约峰会公报 看看31位成员国领袖 对于中共的评价 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 要先感谢台湾长效驱虫品牌 独打管卫科技 赞助本集广红特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 你在外面工作奋斗了一天 夏天闷热又容易满身汗 一结束工作回家想洗个澡 好好放松一下 进厕所一开灯 突然发现有蟑螂 正等的和你进行另一场战斗 夏天虫害问题多 要避免家中出现蟑螂 蚊子蚂蚂蚂等害虫 唯一推荐使用 独销镀膜型超常效驱虫喷雾 研发到制造全程MIT 专利器物喷屏 平生时尚 不沾手不刺鼻 低风险成分 采用植物精油萃取为主成分 不含蚕痘症诱发成分9 加上小朋友或毛孩 也可安心使用 搭配芯片方比例 驱以效果大提升 独家专利技术 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 七天长效 100%寂闭率 接下來就靠这瓶驱虫成绩 轻松驱除害虫 爱演的 就让它消失 拜拜 主打还会为庆祝品牌三周年 活动欢庆三重送 活动期间到官网加入会员 直接送500点购物金 用来配结账 再享优惠 单笔下费如果买2500 再者5%哦 限时优惠 长效驱虫松松路组 优惠价2000元 买再送一个正版朋友罐 自己填装最划算 这边厂商也需要跟各位说声不好意思 因为地板跟水垢清洁剂 卖得太好了 断货了 现在是预购 限量1500组 9月中前到货 购买连结会放在影片下方 惊吓屈从就靠它 赶紧手刀下单吧 再次感谢台湾品牌 独打还会科技 那首先欢迎于本月 加入我们贝鲁华大家庭的成员 那就是意大利知名品牌 宝格力 一个卖珠宝 包包腾精品的宝格力 怎么就乳华了呢? 马上进入我们的 乳华水塘考 这是宝格力官网的店铺分布位置图 请各位观众朋友们 试着在5秒内找出这张图的 乳华点 4 3 2 1 大家发现 宝格力官网的店铺资讯栏 亚洲地区有中国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但台湾的部分 却只有单独写着台湾 没有像澳门香港那样 前面加上中国 而且台湾还与其他国家并排 宝格力这样的用词跟排版 瞬间触碰到粉红们的居点 让小粉们剥离心碎 大骂宝格力辱华 搞台独 在墙内更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排行第一 不少小粉对宝格力进行了辱华出征 连共青团都跟着发文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这次尝试更是底线 hashtag 宝格力 墙内的尝试 在墙外就是没人当一回事 还底线勒 之前新疆棉事件 Nike 爱迪达那些大牌 发声名挺人权 拒用新疆血汉棉 当时小粉们也在那边喊底字 现在是不是还在穿 那我看这张图 很多粉在那边跟着转发 马尾公安也有 中国领土不可侵犯 真的不是别人要侵犯你的领土 因为那根本不是你的领土 是你家共党要侵略别的国家好吗 那第一次被辱华的宝格力 为了安抚墙内逢受伤的心 发了一则道歉声明 宝格力公司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立场 一如既往坚定不已 品牌在海外官网上 因管理疏忽发生的店铺地址 和地图标示误注 今日发现后已立即纠正 对错误深表歉意 宝格力道歉后 原以为事情会就此高一个段落 不过因为这则声明 仅限于墙内 所以又因此 引来更多朋友们的不满 要求宝格力在海外的网站 也要发表道歉声明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被辱华出征后 道歉是没有用的 因为跟小朋友道歉 他们只会越往你头上踩 甚至也没有要接受你的道歉 就是要凑你宝格力而已 这次的辱华出征到后来 连代言过宝格力的中国艺人 也一同被出征 9个代言人 看看谁第一个站出来发声 先解约再看剧吧 咱就是说希望网友不是三分钟记忆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有不少粉红都在那边起哄 要求戴人跟宝格力解约 以及墙内很热门的手游 王者荣耀 也因为跟宝格力合作 要出游戏角色的联名造型 而被出征 也带各位看一下这些粉红留言 为了钱 脸都不要了 王者 你在高贵什么啊 是不会说道歉的话吗 小黑屋剑吧你 下架 道歉 别搞我冷处理 王者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这次联动会流失大批玩家的 特色游戏 王者荣耀支持台独 阿孩不三 你真还抱希望北装死到现在 你敢出信不信我就退游 台独荣耀 如果这个台独荣耀 我就想玩了 如果上架立即退游 有病把你粉红出征 寸草不生 不过看王者荣耀也被小粉红出征了 我就想到另一个题外话 是最近网友投稿给我的暖心影片 关于武统 墙内有小小粉红 急着要先上场 带各位看一下这段影片 这个隐形特种病的部分 我是没看出来 但你脑子被共挡爱国教育给洗缠的部分 倒是挺明显的 不过某方面来说真的是蛮强的 我都快被这个小小粉红给尴尬死了 话再说回保格力的乳化事件 小粉红其实也是受害者 你的乳化出征 其实是共挡在玩弄你 你被操纵却不自知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各位先留意一下 这次粉红乳化出征的时间点 是7月11号 这起乳化事件爆出来的时间点 没意外也是共挡同意并且安排好的 目的也是要以此来转移粉红们 注意转移你们的焦点 因为同时期有一些大事 不希望墙内的人况去留意到 不然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墙内是有言论审查 是有文字遇的 这一点我想连小粉红都不会否认 因此 共挡如果不希望人况来讨论这件乳化事件的话 找网管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嘛 但之所以能冲上热搜 并加派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发文批斗保格力 就是共挡在鼓励粉红们加大出征力道 肯定都是共挡许可的 而这背后原因令人暖心 那我也要让各位了解到中共这次的暖心套路 请让我先讲到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件国际大事 就在粉红们出征保格力的时候 今年的北约峰会也正好告一个段落 我以前有拍影片介绍过北约这个组织 今天就先不赘述了 如果你是新的观众朋友们 不知道北约是做什么的 这边简单几句话让你快速理解 北约就是军事联盟 加入就能得到其他盟友的保护 有他人攻击北约组织成员国启动之一 那其他成员国就会团结起来 联手反击回去 而目前北约成员国的名单有 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德国、西班牙、波兰、匈牙利、捷克 爱萨尼亚、拉脱威亚、立陶宛、斯洛维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埃西亚、阿尔巴尼亚、黑山共和国、北马齐顿 加上今年4月刚加入的芬兰 目前一共31国 北约峰会现场随便一位都是话罪给挡的 那除了上面各国的领导人之外 今年的北约峰会有瑞典、日本、韩国、纽西兰和澳洲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出席了 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盛大 而这次峰会举办的地点还是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 这个点距离俄国最天花的盟友白俄罗斯差不多30公里左右 离俄国边境约151公里 唯乌尔战争爆发以来 北约峰会举办地距离俄国最近的一次 这次的会议我认为有两大看点 第一是所有的成员国都公开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并同意乌克兰战后可以加入北约 而且是打赢后1小时20分安排加入 那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 要问拜登因为这时间是他说的 对于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仪式 普丁则回复说 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 但不会增强乌克兰自身的安全 普丁这就在干话了 乌克兰还没加入就被你打了 啊不就好安全 大家看到独裁者出来哭啊 就知道北约做对了 那另一个看点则是在峰会节说了 北约发布的公报 这份是31国领袖统一口径的联合声明 北约峰会公报先是凑中共嘴上说 希望乌克兰实现和平 但从2022年2月战争发生以来 从来没有批评过俄罗斯半句 还提到中共不掩饰的野心和强制性政策 挑战了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 中国采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 来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和展示实力 同时对其战略意图和军事建设保持不透明 所有中国恶意混杂的网络行动 以及对抗性的延迟和虚假讯息 都针对盟友 所以已经危害了联盟的安全 中国还试图控制关键的技术和工业部门 重要基础设施 以及战略物资和供应链 中国利用经济压力 冲造战略依赖增强自己的影响力 还破坏国际秩序规则 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上领域 这份公报后面也有提到说 目前对中国仍保持开放态度 还是希望能够建立相互透明的制度 以维护北约的安全和利益 作为盟友 我们正负责的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 所带来的系统性挑战 为确保北约能持续保障盟友的防卫和安全 我们正在增强彼此的共识 提升任性和应变能力 努力确保免受于中国的协货手段 以及避免被中国分裂联盟 我们将坚守共同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 包括航行自由 可以看到北约的用词严厉 并没有把话说死 还是期盼中共能好好做个人 我们后面有提到的部分也看看好了 包括中国与俄国日益加深的战略伙伴关系 以及两国的相互支持 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努力 与北约的价值观利益相抵触 我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谴责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 以及避免用任何方式来支持俄国的战争行动 然后停止放大俄国将侵略乌克兰仪式 归咎于是北约亥的这种错误言论 要中国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特别呼吁中国要负责任的行事 避免提供任何致命援助 就是指武器的部分 给俄国 后面还有说到 中共迅速扩大核武现代化 大规模增加弹头数量 并配备更多发射系统 要建立核三位一体 这个过程不透明 补充一下核三位一体就是指 一个国家同时拥有 收集弹道飞弹 浅射弹道飞弹 和战略轰炸机三种核子武器的打击能力 白话来说就是指全面性的核武威射能力 北约反对任何企图在民用计划的幌子下 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布 这边提到的布是一种元素 就是用来做核武 也可以用在核电上面 中国这行为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我们督促中国参与减少战略风险的讨论 并提高其核武计划的透明度 来促进稳定 那现在我们看完北约封月公报中 有关于中共的部分 再次提醒这份公报是联合声明 有31国领袖都共同这样认为 那我看了一下峰会公报的原文 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台湾 但北约的秘书长史托登伯格 他在记者会上直言 中国平凡地挑战国际秩序 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威胁台湾 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 台湾的部分是在记者会上直接讲 代表北约也知道中共对台的各种不怀好意 说到这边我们整理一下 现在我们了解到 宝格力被辱华出身的同时 国际上也发生了北约峰会公报 针对中共的评论内容 北约秘书长也直言 中国在威胁台湾 那这种比起宝格力的辱华 应该更值得在微博冲上热搜第一吧 中国被31国领导人统一口径凑 这不比宝格力还辱华吗 逢问北约辱了啦 对不对 哪次不辱 但这事情在墙内却没有引发太多讨论 甚至没有辱华出身 是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你共党在墙外丢脸了嘛 毕竟31国领导人都在抄中共 要是小访知道 这共党还怎么混啊 脸往哪里摆啊 所以我前面才这样说 同龙们你是被中共给利用而不自知 你的辱华出身 是中共用来操控维稳的方式之一 最后我想回过头来 请问前面那些小访几个问题 听完之后还觉得 你所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这种常识 真的是常识吗 并不是 是你被共党的爱国教育洗脑到反制 我都在想墙内共兴团平时是不是有备用的辱华名单 可能有个辱华库存表之类的 平时他们就在网路上找 哪些品牌辱华了 但找到发现的时候啊 先不出征 等到共党有需要转移人框的目光时 还发出来让粉红出征 制造敌人吸仇恨 再叫官媒出来帮忙煽风点火 之后就像现在这样 再次成功转移墙内人框关注的焦点 虽然多数粉红可能根本买不起那些奢侈品 却在那边含底字 这部分也是蛮幽默的 买不起宝格丽没关系 但不要内心阿格丽啊 那透过本周的辱华事件 也麻烦翻墙来看的小粉红们 以及一些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亲共人士 麻烦听一下墙外各国领导人的看法 特别最近台湾在吵的胡猫议题 这个情况还想跟中共经济绑在一起 真的是要确定 中共到处树敌劫院 北约成员国都认同中国 破坏国际秩序制造混乱 但目前还是愿意给中共机会 只求共党好好做的人 不要老是想搞事 就是跟骚扰台湾破坏台海和平 顺带提北约峰会公报发布那天 因为中共阿被各国臭辣 竟然建设当上去找台湾出气 当天派高达38架次的军机老台 莫名其妙嘛 是北约臭你 你不去骚扰那31国 你来骚扰台湾干嘛咧 不过我认为北约应该也明白了 中共的尿性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 也因此他们才会发表那样的联合声明 不然大家私下沟通交流就好了嘛 就是因为好好讲没有用 没办法了 才会必须要联合公开喊话 而且现在墙内职业率又创新高 经济持续下行 墙内的房市也被专家评估说 可能步入日本的后城 甚至更糟 那产业倒得倒 外资跑得跑 都在想办法撤离中国 虽然说还不到脱钩 但应该不难看出来 现在各国都在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因为风险真的太高了 大家都在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而这个时间还想要推幅貌的 就是在帮中共续命 不是说两岸要完全不交流 但绝对不会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绝对不会是在现在这个情况 你还要加深跟他的合作 麻烦看一下其他国家领导人 都在选边站了 不要自己还想往坑里跳 此时还要把台湾和中共加深绑在一起的 就是在说台湾经济下水 当然各行各业的感受不一样 有一些会抱怨说台湾经济不好 这个每个人感受本来就不同 但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都觉得不好的话 你怎么会想要去跟一个更烂的 比你还要烂的 跟他站队站在一起 这样不对吧 现在让中共越穷 对台湾越是安全 现在连张忠谋都说 国家安全应该要凌驾于全球化之上 你国家如果不安全 跟流氓越走越近 那你再有钱也没用 所以现在让中共越穷 对台湾来说是好事 因为他就越没有本钱来侵略台湾 中国走衰运 台湾就出运了 我知道墙内也是有清醒的明白人 但没办法 只要中国一天是党国体制 台湾就不该幻想跟共匪谈协议 不该幻想他会遵守 我都觉得就算谈了两岸监督条例 真正被监督的也只有台湾而已 因为中共他爽毁约就毁约 他都还立法让他来可以合理毁约 我们前两期影片有介绍过 还没看过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原则不说我们讲最近期的就好 台湾IKEA 我们上期特特报有讲 台湾IKEA的背后其实是港资 但现在港资都得因为港版国安法 而遭到中共签字进行言论审查 如果还要开放福茂让中资入台 各位我们一起思考一下 届时情况难道会更好吗 不可能吧 不知道各位对于今天的辱花事件 以及北约峰会公报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今天影片就先来到这边 再次感谢独打环卫科技 赞助粉红特报这个单元 提醒各位记得到独打官网注册 领取购物金 以及购买长效去送双路组 超杀优惠 广网连结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